你知道那是几几年吗 就是96年那个时候吧 大概 我看我又是不是96年 不不不 99年那个时候 99年2000年的时候 他连赵二派都不愿意还 你说谁去买那个衬衣啊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钱不用省吧 我这个现在有印象你知道吗 因为我当时希望我爸爸做的好 但是 不是三年级 不是三年 三年级 不是99年啊 我说了99年的样子 99年002000年的样子 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 差不多反正就那么大 对啊 就起码把那个招牌那个嘛 后来我爸可能就觉得不好嘛 然后他 他也没有换招牌 他直接把那个招牌上的字敲了 他直接把那个招牌上的字敲了 那我觉得 而且他连那个店铺都没有装修哦 就是将就以前那个货物陈列 然后卖的衬衣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很普通的那种衬衣 现在家里都还有 我去找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爸当时进的货没有卖完嘛 然后他就一直 他就自己又不怎么穿 因为他上班有工作服 我给你找一下 因为之前搬家 我都还发现就是他放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顶上 应该那边贵 这里好像没有网 这里好像没有网 我出来了 这里面没有网 好像没有网 我出来了 反正就是 那个衬衣 我说句实话 他现在也不会穿嘛 但是呢 还好有一点 可以抽了吗 我抽给你们 你们也不会穿啊 我抽给你们 你们也不会穿啊 是吧 大家把三星的人头上一上好吧 主播在这 在这劈里啪啦 讲了两个半小时了 你们人头给我上一上吧 给咱爸留点面子 不不不不 但是已经 我看到我当时以为 因为我当时家里面 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嘛 因为当时 反正当时家里就过得紧巴巴的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 坏了 爸爸会不会亏了超级多钱啊 本来家里就 本来家里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了 那这下不是就要过得更惨了 因为当时 因为我为什么知道 家里过得紧巴巴的 因为当时 我不是小时候去读实验校嘛 我小学 二年级下期的时候 去读那个实验校 到了 到了三年级下期 就是到了我四年级的时候 我妈跟我说要转回本部了 因为家里没钱 再供我念实验校了 谢谢小金轮的两张办卡 谢谢光光的飞机 然后我妈说 但我妈对外就说的是 她不太习惯住校生活 她还是走读比较好 她说还是走读比较好 对 我小时候是西小本部的 啊 我小时候是 我一年级读到二年级上 二年级上读完之后 然后我二年级下转到 读读部去的 转到实验校 实验校读读部 西小读读部 还不叫实验校 就叫西小读读部 然后 然后 我上 我上完 我上了一年半 上完三年级下期的时候 四年级上期转回去的 你小学也西小本部 初高中一中的 我也是初高中一中的 我初中是一中实验校的 我高中是一中的 我是锤子福二代 我哪里是福二代啊 福二代会念不起 福二代会念不起 一个读读部 但是当时是第一次 有读读部的概念嘛 当时而且那个读读部的名额 就是还要那个 我其实现在对我小学 念读读部的记忆好清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读读部 不是有个同学偷了我 我爸爸在伊登洋化堂 给我买的五块钱的橡皮吗 五块还是二块五啊 二块五的橡皮 我那个橡皮是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装了很多 就是各式各样 就像形状不一样的 那个橡皮 那个人偷了我的橡皮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然后后来这个人啊 小时偷针 长大偷钱 后来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呀 他偷手机 长大偷手机 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就他我偷我橡皮这件事情 因为我以前在班上 就是有点被大家欺负的那种 我有点被校园暴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住读部的人 他们家里都太有钱了 然后觉得小洛 家里挑战不好 他们就欺负小洛 他们鼓励我 对我之前讲过嘛 然后他不是 现在就是被关起来吗 现在还关在里面呢 他还搞诈骗 长大搞照片 你知道吧 长大搞照片 我告诉你 这种小时候这种 这种笑霸一样的人 不行 不行 有问题 你听了三四遍了 就你这个橡皮的事情是吧 对啊 我当时听到 我听到他 他被关起来了之后 我好开心啊 太开心了 放着 就要说 不是不报时候 未到罢了 等到你长大了 再惩罚你 把你关起来 给你留暗地 看看以后 你要怎么翻身 让我们聊一下 金条哥 我干嘛 有什么好聊的 金条哥 金条哥已经过去了 金条哥等到 初四初五再说 他说 他说现在 在搞什么 遗产税之类的 现在有遗产税 这个东西吗 我都不知道 你以前被成都 一个女的骗过 是不是他 长得很矮 大概一米五五五吧 可能没这么宽 反正长得很矮 然后 然后是个T 你妈也喜欢 把他小时候 甚至讲很多片 哪里比我刚啊 屁的比我刚 小矮子 什么金条哥 你陪他接下去了 还没有 他不许死 我跟你条哥说 我说你有几千 你就还我几千吧 然后他给我截图了一个 他微信余额 126块5毛6 他说我但凡有500 我都转给你了 我也没钱过年 我就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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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就是啥吧 什么和我差不多刚啊 他比我矮多了 在小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小矮子 他是小矮人 我觉得他的脑矮子 气死我了 然后我还记得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小时候 我在 我长大一点的 我都没记得那么多 但是我读读部的事情 记得特别清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那一年半 在读读部都受欺负的原因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我们在 那个院子里面跳绳 然后因为小时候 我比较爱生病 我小时候是属于 我只要一感冒 我必扁桃体发炎 必发烧 然后我发烧之后 我必须要去打那个青霉素 就是 居屁股的那种 我就 而且我小时候 就特别容易扁桃体发炎 但是我后来 到了 四五年级 就不这样了 我小时候就 就是我特别怕打针 但是呢 我爸就会跟我说 你不许把屁股夹紧 他说你把屁股夹紧 都会到时候 针头会断在你的屁股里 到时候还去开刀 然后 即使我小时候很怕疼 我每次都哭 然后 每次 每次打 打针的时候 我 我 我只敢把我 这不是两个屁股吗 我只敢把 这个肌肉 不是 他不是把屁股夹紧 是把你的肌肉收紧 你知道紧张的时候 就是紧张的时候 你这里 会用力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能用力 我爸说这样会把针夹断 他说你不能 肌肉不能用力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用力 包括现在打针 我现在就是 就是我 哪怕 我觉得在那个 我都不会 这里肌肉去用力 你知道吧 我也不会肌肉去用力 我 我 我会手捏紧 但是我 但是我 其他地方都是松弛的 因为我怕那个针断在我的 我怕那个针断在我的肌肉里面 到时候我就去开刀 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 真的会扯不出来吗 真的会夹断在里面啊 是 是真的呀 反正当时就 真的不敢 我就 就很吓人 我觉得 我的肌肉比真硬 我不知道 我小时候太常去打针了 然后小时候 你知道就是现在 我长的这个泡着吗 就是这个蚊子的这个包啊 就是现在蚊子长的这个包 这个包是 今年夏天 就是拍照 拍JK那组照片的时候 那天拍的嘛 然后就是蚊子咬的嘛 咬了之后我就抠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 因为蚊子包 然后我去抠 然后变成泡枕了 但我小时候就很爱 长成泡枕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只要蚊子一咬我 我一抠 它就是泡枕 就是 就是它就会泡枕 就是我的免疫系统 有问题 对它还没好 就是还没好 为什么这样搞这个 因为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 不会因为 挠蚊子包这样子了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 整个疤都已经病变了 就病毒性感染了 变成 变成病毒性感染了 我爸就说 你继续这样 以后你的腿断了 你都不知道 你不去医院看 哇 杰克 哈喽杰克 杰克最喜欢我的 夹子音了 但是今天嗓子不好 只能 全夹一下 谢谢杰克 谢谢杰克哥哥送的 赫水烟花 杰克 大气 安妞 新年快乐 杰克 新年快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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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了 我看一下 现在好 就是现在 我身上的 所有这个包 很多 因为那次 蚊子咬的特别多 你看 全部都流疤了 就 这个是 这个疤是最严重的疤 这个疤是最严重的疤 夹断了 我嗓 我扁桃体 夹断了 什么别夹了 再夹针头就断了 我靠 扁桃体发炎 真不是 居的我的扁桃体 好吗 所以 但是我后来 大概就是四年级之后 我嗓 我就不会感冒了之后 必发炎了 我 我弟弟也是小时候 身体超级差 超爱发烧 超爱情价 对 我就是疤痕体质 那我怎么穿裙子 短裤呢 穿啊 有疤怎么来 有疤 有疤就不能穿了 有疤也能穿的 但是 真的 这还是先不穿吧 先把那个养好吧 我是不是应该买 买那个什么疤痕肖啊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的腿 基本上 他这个疤有增深了 你知道吗 现在是变增深了 什么我自带黑色 我现在皮肤是 黄里透粉 黄里透粉 OK 没有真的 我那天去按摩 我跟按摩说 让他腿上 不要那么用力 我说我怕他 把我腿上那个 包的疤给弄掉 然后他说 他后来我按完了之后 他说 他说 你这个腿怎么回事 感觉有点 都有增深了 好吓人哦 什么 横里透着黑 爬爬爬 太 太严重了 但最近 又忍不住 有点恼 应该没事吧 呀 谢谢小胖 四个飞机 建议小胖 等会我下播之后 可以看看我的回放 分享我今天的快乐 快乐春节 再给你们看一下哦 啊 到一点 怎么就一点零一分了 啊 啊 五十二点半的时候 说我要下了呀 我晕了 我 我一看怎么这么晚了 好给你们看这个 再来 哎 啊 这个播不了 只有把这个关了才行 啊 我视频受损了 啊 我把它删了吧 删了重新下载一下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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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找不到家里的裙了 再给你们热闹一下 给你们看个热闹的 那怎么没声音啊 公司搞团件了 公司搞团件了 谢谢 谁呀这名字 谢谢爸爸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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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被踢 怎么会踢我呢 给大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来自我们家最诚挚的祝福 给大家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今年快乐 我再谢谢爸爸的火箭 没有再叫你们 OK请不要 不要随意判亲戚 不好意思 怎么连不上我的蓝牙呀 哦真是 这个 这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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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真的很烦 我在想叫他什么 叫他小爸也不行 叫他爸王 爸 爸 好吧 我没察觉别见 如果有你的溫足 可让我的手 也没有 哈哈 哈哈 连不上就别连了 睡觉吧 我要去卸妆了 我刚刚是 对我刚刚本来叫上去卸妆的 我刚本来叫去卸妆 我过来梳头发的 因为我头发太打结了 我快 我过来梳下头发的 我服语了 谢谢小爸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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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是爸哥 是爸哥送的火箭 我叫我爸哥 爸哥太大气了 罗杰以后咱俩各论各的 怎么连 你叫我妈 我叫你爸是吧 啊 我们我们差三个飞机过火箭 爸 能能给我过一下 爸 爸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爸 是是小胖的 188个66 坏了 小胖觉得他自己的名字起得不好了 他马上 他马上要改名了 他要 为什么叫漏洞哥呀 为什么小胖叫漏洞哥 漏洞哥是谁 你不会是在谢谢 漏洞哥 漏洞哥是谁 哦 bug是吧 bug 谢谢恩戏的三张办卡 谢谢小胖的188个66 好闹肉哦 今天 我跟我爸那边没有那么亲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今天团不团年 团年的话 我还是去一下 感受一下他们的氛围吧 主要我小时候去我妈那边度 因为感觉我爸他们那边的亲戚 不太搭理我们 天啊 没有那么近 主要我爸不太搞关系 哇 哇 谢谢爸哥送的两个火箭 谢谢爸哥两个火箭 大家帮我把四星人头上一上吧 对你们呢 什么扎个头 扎个箱小 没有 我要把头发别起来了 希望各位 我的眼粉啊 希望各位 那个我的眼粉 呃 所以就有点没办法 但是我每天都有化妆 我是化了妆给大家直播的 可以看一下 我没有 我没有素颜哦 我很认真的对待这份工作 我都是有画眼线啊 睫毛也有涂的 这下睫毛也有涂的 但是你们可能不太能看得到 谢谢恩西的166张 看看 谢谢恩西 恩西恩西 嗯 不能没有你 离远点卡本了 谢谢爸哥的三个火箭 兄弟我赶紧把四星人头上满吧 我感觉今天可能 能够直接把四星过了 天呐 你们这样我怎么下播呀 天呐 哦天呐 哦 no 哦 no 这让我怎么离开 好起来了 直播间好起来了 直播间好起来了 居然 天呐 哦 天呐 可是我的手机在提示我没有电 我觉得出个电 但是这种情况 我肯定是会留下的 大家都这么 大家都在用礼物挽留我了 我这怎么能离开呢 这当然不能走了 听说我谁 最漂亮的解说 没有 我不漂亮 不漂亮 我告诉你啊 美貌都是虚的 我虽然你们喜欢我的内在 如果我没有内在 那就当我没说 恭喜恩西 成功灌离我们的饭坎 我把这个放在马桶上了 把这个音响放在哪 放在这儿吧 我靠这怎么有个洞啊 我太会了 哦 我不会 我要是会的话 现在我的事情就过了 我想收 大哥送的四个火箭 爸爸爸爸爸 你真伟大 谢谢爸爸的三个火箭 谢谢恩西的166张半卡 为什么要退钱啊 为什么呀 怎么呢 恩西恩西 来我怀里 我好像唱诗的呀 我没有跟档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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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星说 我不行 我没有直落 我的rap不太行 不太行 干嘛 我在夸我爸呢 我在夸我爸 我爸真的很伟大 把我一个人 把我一个人 把我攻到现在 怎么夸不了我爸 我爸本来就很伟大 怎么办 我本来就在夸我爸呀 可惜我爸已经睡觉了 他听不到了 棉花团 我 我 我说我爸睡了 你就在那发睡了 不休息吧 谁呀 谢谢恩西的飞机 哦 谢谢恩西的火箭和飞机 谢谢恩西 谢谢恩西 感谢恩西的飞机 谢谢恩西 恩西 恩西 住进心里 我不私人平面子 明天 明天下午要跟 抱歉啊 现在有点就是 脱光了衣服 站在大家面前的感觉了 就是把刘海撩起来 就有点脱光了衣服 站在大家面前的感觉 有点不适应啊 希望大家不要截图 不要外传 勇哥 这样的照片 不要发 勇哥爱你 我说话跟谁去 我说话 我说话 浑然天成 自选一派 对 因为都是homie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 一字不挂 出现在大家面前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截图 给外人看好吗 大家都是自己人的 这样可以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就是给外人看好吗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好吗 可以答应我不要给外人看吗 谢谢 我的词却在于抽象 哪里抽象的呀 我要卸妆了 我要卸妆了 卸 哎呦 天哪 谢谢 谢谢小霸王开动的赞粉 海报开掌 你是外人别给你看 那你退出我直播 现在留在我直播 现在都是内人哦 谢谢 哇 谢谢小霸王 虚非的赞粉 谢谢小霸 谢谢小霸 虚非的赞粉 和开动的赞粉 现在留在直播间的都是内人哦 请外人退出我的直播间啊 留在直播间的都是内人 外人请出去 请点右上角叉叉退出 或者点左上角返回 退出我直播间 Thank you 谢谢爸爸的开动的赞粉 和虚非的赞粉 我要卸妆了 不要打扰我 当然送礼物是可以的 送礼物当然不是我打扰哈 送礼物当然不打扰我 我这个 我这个刀用完了 我给你们证明啊 我真的是化妆的 我没有敷衍大家 我真的每天都有化妆来见大家的 我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想着要用手机直播 我才 我就想着要用手机直播我才化妆的 我如果没事的话 我真的不化妆的平时 啊不要拿我这做节目吧 我这样说话好艳阳怪气啊 有点 有点损坏我的公众形象 哦 这个嘴巴好像吃了小孩呀 我家这个红热水要等很久才会热 热水器有点问题 我感觉 怎么在这马桶才有问题 冲都冲不动 就是只有水都冲不动 我没有在浪水水 是那个水不热 因为热水器离这稍微有点距离 它要一点时间才会那个才会热 我这么大冬天 你不会要让我用冷水器吧 我皮肤很差 还说要请个私人护理 我这皮肤也差呀 哦 抱歉 忘记开磨皮了 啊 开磨皮了就好了呀 稍等 哦 水热起来了 什么瞬间变起干啊 没那么夸张 好烫啊 我不能让这么烫的水 我不开磨皮 我皮肤也这样好吗 我只是有黑眼圈而已 别让我吃饭 我已经吃过饭了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个亲事还在说 让我们另一个星期去吃饭 我跟他说千万不要吃 我说吃饭没有用的 我说我吃过的 你听我 我说吃饭只是把你后面的头发 挪到前面来 我说没有意义 我说你千万不要吃饭 我说你就把你后面的那个头发 收到前面来 挺好的 对吧 就把后面的头发 哦 谢谢爸爸的火箭 谢谢爸爸的火箭 我跟他 谢谢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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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会差 啊 谢谢爸爸的火箭 然后 我就跟他说 对啊 真的 你不知道吗 很多男生 很多男生他就是 很多男生他都是 把后面的头发梳到前面来 盖住他这里的这个发际线 然后装作是自己前面的头发 你知道吧 就是很多人都这样的 哦 兄弟们把人头上一上吧 我现在人头穿一下 很多人都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其实可以 因为起码从人家的视觉上来说 你前面就是有头发的 对吧 也没有人会那么不礼貌到 去把你的刘海掀起来 对不对 你就不要去 我没有暗示谁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我这个亲戚真的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子 下面能不能直头上 你想一想 那你长出来的头发会 又弯又硬啊 这样子的话很不好 我跟你讲 我这里的头发长出来 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哦 谢谢 粉粉酱的火箭 好久不见了 我看你好像换了一个人的牌子圈 怎么样 成了吧 我忘 但是我忘记他之前的ID是什么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很老很老的一个持友 但我忘记他改名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了 有会吹刘海的朋友 然后告诉他是喜欢的 你在暗示我 谢谢 谢谢 谢谢谁的办卡 谢谢金鱼的办卡 谢谢金鱼的办卡 哦是杏仁粉 对对对对 杏仁粉 杏仁粉 谢谢杏仁粉的火箭 杏仁粉也捞好了 杏仁粉现在怎么样啊杏仁粉 憋了吗 弹剧香了吗 我昨天是绿色的 我没点汁啊 我这本来就有汁好呗 我休息一下 等下 等下 啊 这怎么又冷了 我今天过年充当了 让人讨厌的角色 我知道不要太热水 热得容易充实 但我喜欢洗汤水 主播是年老板的赵姓麦 对对对 麦麦老了应该也比我美 我发现确实是 我心情好一点的时候 我直播那个状态也会好很多 心情还是很重要的 像我今天这个 就是高效直播对吧 我基本上 你看我直播了 两个 三个小时吧 有三个小时吗 算三个小时吗 谢谢碎碎的飞机 谢谢碎碎的飞机 你别在那通宵会更好 我爸会把我打死的 我爸知道是你叫做的 我爸会把你也打死的 我告诉你 哦 这是N7的166张办卡 新N7的166张办卡 谢谢碎碎的飞机 谢谢碎碎 潜台一下25岁 真的是女生研究 状态的分学礼 没有啊 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看 真的 你知道那天 我爸小做了一个对比图 对比 16年 有一个是我们16年的合照 和 和 昨天的合照 我发现我现在比以前 好看好多 我那天不是给你们看了吗 我那天直播的时候 给你们看了呀 那个对比图 我觉得现在好看 谢谢N7的166张办卡 确实眼睛越来越小 不是 其实是因为以前那会儿 嗯 但我眼睛应该没有越来越小 但是现在这个才是正常人的眼睛啊 以前那个眼睛太大了 你知道吗 以前那个眼睛大到 像是 像是幽灵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可能是以前 可能那会儿就是伪瞳戴的大吧 我也不知道 现在就是喜欢看正常人 不是得益于科技进步 就是现在好看 可能就是以前 以前比较崇尚那种 以前崇尚那种 就是很很很大的眼球 那现在就是觉得 做个正常人就好 现在就是觉得 做个正常人就可以了 我今天还是敷了面膜啊 你等我一下 我一把面膜 你不用 누认 我一看 我一把眼睛 这样就太太太 这么做 穿你 不去 不去 你 以前是属于多多少少有点 多多少少有点 我刚才想了一个词 但是我走过来我就忘记了 什么 看我16年跟EDG的合照 发型怪怪的 你可能只是不习惯我冲村 然后那个时候的发型师 造型师也不太会弄头发 然后头都是贴着头皮的 你知道吧 谢谢恩亲的166张班卡 谢谢飞飞的飞机 谢谢爸爸的飞机 谢谢爸哥的飞机 谢谢爸哥 挺像哦 我那天看到那个图之后 我都觉得你知道吗 当时他发出去之后 很多人都问上面那个人是谁 大家都认不出来那个是我 当然我也认不出来 虽然我认得出来 我还是认得出我自己 而且我清楚是知道 那个是我哪个时期的 你知道的 我衣服没占卷吗 我靠我不知道 我今天都在这 我外面放了一圈 我根本不知道 作节潜谈一下 30岁左右的女人好好保衍 会不会有20岁的状态 我没法给你潜谈 因为其实 可能皮肤状态会保持 但是其实人的气质会变的 真的 跟你的经历和那个 生活状态呀 脾气呀 工作呀都有关系 你你状态 反正气质肯定会不会一样 我反而我反而以为就这样了 土里吐气的 也没什么不好 没事 我在潮人眼里就是土的 土又没事 土就土呗 干嘛非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吵呀 我脸怎么没卖 怎么不离上头这么近 不离这么近的话 原来办法是帮我再凑贡献值啊 兄弟吧 我们差四个人头 四个人头上了我们五星就过了 这不给我伤上去 哎 现在几点我看时间谁呢 我看看我们的时间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 我没手机 帮我看一下15分钟之后叫我 15分钟之后叫我 听到没有 15分钟之后叫我 怎么叫我 就在直播间说呀 就在直播间说时间到了 让我试面膜不就好了 我现在的这个 这个眼睛大小 就是正常人大小 但是就算这样 他们都说我眼睛很大 但我自己没什么感觉 我自己我觉得我眼睛挺小的 Kini你就骗我吧 时间到了啊 你这自己撒谎也会点红 也会心跳的啊 好讲 五星三天了 哪里相信 啊 这样我之前都是天天五星的一些 现在是家里情况不好 基本上 一周一周能过个 三天五星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现在家里的情况是属于 每天能过三星就满足了 当然肯定想还是想过五星的 但是家里条件不允许 那也没办法 直播不行了 回家种地吧 现在家里没地了呀 地都未真回去了 对啊 现在是双倍都过不了三星 我那天 我那天 开黄金双倍都过不了三星 这要开黄金双倍都过不了三星 我那天也不会过了五星 二零年地是来 我那天也崴条两年了 那也可以 你今年开断粉了 哎呀 后面的标签我忘记剪了 因为这是我带回来的新衣服 因为这是我今天 这次带回来的新衣服 然后我今天刚从那个袋子里拿出来 我直接就穿上了 因为昨天那个衣服 我真的无语 因为我们去那个吃火锅的地方 不是我的化小他们会抽烟吗 然后他们抽烟就超级臭 头子竟然多大 皮肤怎么这么差 老子皮肤好得要死呢 你才皮肤超呢 这皮肤还超烟 大家都羡慕我的皮肤 我又心里没有毛孔的 但是我最近有点冒痘 我最近额头有点冒痘 然后他们就在抽烟啊 你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的这个味道 像是什么味道呢 你去网吧通宵了一宿之后 走出来身上的那个味道 像是你去KTV唱了一下歌 然后出来那个不是火锅店的味道 是烟味混杂在衣服里 你知道 你知道我走一步 就是我穿那个外套走一步 然后里面那个气就这样 往外往外一步 然后这个气就这样出来一步 我就闻到那个臭味 那个都不算是烟味 那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那味道就是 我怎么形容呢 好像就那个味道 太臭了太臭了 我今天忍不了了 我跟我妈说 我说你拍 那几件衣服都穿不了了 我说太臭了 就是你们如果去网吧 你们如果去网吧 通过销的人 你们就知道 人出来是什么味道的那个身上 太奇怪了 那味道 它不只是二手烟的那个味道 很奇怪 那个味道 你光说烟味 它又不算是烟味 油定子的味 对对对 差不多了 就油的要死 谢谢奇人的 奇人的飞机和 八张案卡 谢谢奇人的飞机和二张案卡 我手上没烟味 我又不抽烟 我手上没有味道 你干嘛呀 刘赵赵 你搁这儿 当我是什么美容顾问呢 搁我这儿问法律文 搁我这儿问什么过度微笑 你自己去问你的美容顾问啊 问我 老子也不知道 你问老子 老子还要问你呢 你问我 烟家汉家有的味道 差不多啊 反正就臭的要死 都不嫌 那味道 太丑 我太讨厌这味道 然后今天受不了了 今天穿了这个新衣服 我今天穿这新衣服 今天穿这新衣服 我都忘记它有吊牌了 妈的也没有人提醒我 我今天就这样在外面走了一天 我今天就在外面 这样走了一天 还有人来跟我合影 妈的就这样 没有任何人提醒我 我服了 主播家里是香香的 我跟你们说 主播家里超香 这是我妈买的那个辣梅花 我跟你说 家里的花 这个花我觉得超 这个花超级香 好吧 然后呢 这个花也很好看 是不是 这个花也很好看 哇 好美啊 很有过年的气氛 这个花 这个花也很好看 这也是真花哟 然后这里 这个花也很好看 这个花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花的 这个枝压感 这个延伸感 这个 发向上努力 心脯的感觉 无限延伸 往外扩张的感觉 我太喜欢了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花 这个小白花 哎呦 太爽了 就是挺好看的 然后还有 放在 书房的 这个花也很好看 舒服 舒服 这个花65 这个花 多少钱 这花便宜一点 我忘了 我忘了多少钱 但我只是记得 这个辣梅65块 这辣梅好香 哎 我跟你讲 这辣梅属于是一郡文 就可以在闻口 闻到这个辣梅的香味 这个石榴是假的 这石榴是假的 太香了 好喜欢这个辣梅味啊 太爽了 主播上海的家 主播上海家是这个味道 主播上海的家是这个味道 请欣赏主播上海家的味道 哎呀 主播上海的家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上海家这个味道 哎 舒服了 你喜欢就好啊 你开心就行 巧克力的味道 舒服来 舒服来 现在几点了 我已经没有了好了呗 巧克力的 太巧克力的 太巧克力了 我还全都挺久了呀 我还全都三天了 一点半 那还等八分钟是吧 我直播间凑 也不是邻居投诉 邻居我闻不到 因为我家里为什么凑呢 因为我的窗户是关起来的 那个臭味全都在我家 吹都吹不出去 你懂了 我也 为什么不做卫生间干湿分离 你妈的你这个流测 你是不是 来自卫生找茬的呀 那你为设计师 为什么不做干湿分离呀 厕所就只有这么大呀 家里的厕所就这么大 而且干湿怎么就没分离了 这干湿不是完全的分离了吗 这里是干的 这里是湿的 湿的是不是空起来了 这怎么没分离呀 这我纯纯的分离了 OK 纯纯的分离了 这怎么没分离呀 他为什么不开窗呢 因为我走的时候 我想着挖走在林林家呀 我家里下了被子 然后怕下雨啊 被子弄脏了 我想的是反正他要去林林家了 家里没狗呀 谁知道他要回家里来上幼儿园啊 是吧 你跟我这来跟我上课呢 直播你看直播不出一路啊 你都搁这 搁这跟我上课呢 那是够 又是问什么美容保养 又是问皮肤状态 又是问干湿分离的 怎么了 你接下来是不是还要问一下我面膜 说一下我的近视 再说说头发的保养 说说衣服的吊牌 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让他们帮我收拾呀 就是人家愿意帮你去 我也就不错了呀 你还要让人把屎收拾了 是吧 当然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帮我把屎收拾了的 但肯定他也看着头大 他也不知道怎么那个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洗手 他也不知道我家的那些东西 东西放在哪呢 对吧 他也不知道怎么收拾 我也不好意思让人去给我收拾 发的烂摊子 我明天叫阿姨去收拾 给钱就行啊 给阿姨钱 我 我不知道明天让阿姨去要不要给双倍工资呢 我可能多给她一点吧 我毕竟过年让人家去抓走 给双倍工资明天 三倍肯定不行啊 双倍 因为我是问阿姨我说你你开工了吗 阿姨说她昨天就开工上班了 双倍双倍双倍可以了 双倍可以了 过年涨价双倍了呀 我都双倍了双倍了 对 对花钱 花钱就是反正我给钱你 我给钱你办事啊 啊我过年 我还给阿姨礼物呢 我还给阿姨 你要过呢 我给阿姨送礼 你违经日历上的 有可能你们就觉得没啥用了 昨天才初一就开工上班 哦那他就是完全没休息了 他三十也过来做了工的 他三十也来打扫了的 对啊我们阿姨都是日节的呀 我现在格局比以前稍微大一点点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认清楚了 我觉得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你知道吧 就是主要是 其实现在是属于破罐子破摔的状态 就是反正都这样了 那就那就这样了 到时间了 我也觉得有点干了 现在一点多少 到时间了 一点多少了 多少钱打扫一次 四十块钱一个小时 一点三十八才到这 那现在多少了 十分钟了 我要剥的是十五分钟好吗 还差五分钟 少来 少来还差五分钟呢 谁在那谎报经情的那个用户歌啊 我记住你了二方提起 我洗个我脚 洗个脚应该就差不多了 洗个脚 十五分钟 这样 在洗不了脚的 我妈没把面子给我拿过来 我不知道洗脚本在哪 等会问一下吧 实况主杀手买辆车 这个问题啊 今天刚开播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了 我这里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然后你可以拉一下进度条 你看一下我前院的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对自己看回放找答案啊 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 都多做赘述了 是这么多同学都已经听过这个了 进度条无了呀 那可能是因为主播被封了啊 主播被封了 确实进度条会消失一段时间啊 没有进度条 没有进度条 那就看派的路窝了 就看派的路窝 不重新讲医院了啊 勇哥 你这个你是上课听讲的好学生啊 你是上课听讲的好学生啊 就不要在这里 待会我们课堂的风气了 好吧 过节涉了多少样的钱 今天还真涉了一个包 好像除了所有的小费 都没有 只有我有 好像是因为那个三伯 看我太少回来了 然后给我整月了一个 今天是所有的只有长辈才有 但是他给了我一个 他给了我一个 可能就是太少见到我这些 给了我一个 然后这个包啊 我中午收到 晚上就发出去了啊 晚上就 原封不动 放给外婆了啊 没有线没有线 马上就发出去了 马上就发出去了 那个再过两天还要给 还要给奶奶爸爸妈妈分的 我眼睛突然看不到了怎么回事 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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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我刚刚到了 阿康 到五分钟的时候快点我要 现在我下播了 我 快点我觉得他面我都干了 受不了了 几点了 快速了 我两元软件看 电脑都吸上去了 明天开奖吗 明天开奖呀 我开摸着呀 只是我不知道我几点钟开 三六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脖子好痛 明天一定要去爱摸 两分钟再来等等吧 脸上贴的什么 脸上贴的痴疮贴 脸上贴的痴疮贴 哇我跟你说 那天我们坐电梯 然后哥哥在那说 他最近吃火锅吃的太多了 他说他的痴疮犯了 然后妹妹说 哎呀他也有点犯了 然后姐姐说 哎呀他也有 说你们怎么都有痴疮啊 然后哥哥说 十人九智 你不会没听过吧 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起来 内痴外痴 我 我 真的这么多人痴疮吗 怎么一电梯五个人 四个人都有痴疮 只有我没痴疮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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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们一直在那说 歌没歌 歌没歌 什么内痴外痴 我都听不懂 他说什么外痴掉一坨 内痴在里面 什么什么烧了 什么之类 我也听不懂 我心想说 每个人都有痴疮 这一电梯 只有我没有得过痴疮吗 只有我吗 我都搞不懂了 不知道该看开播还是看下播 你可以看开播 我应该云天可能下午会开播的 但是他们云天要看电影 可能看电影 但是我晚上有可能播的 小黄能看我能看我 没痴疮不正常 你不是正常人 怎么会呢 但是我真没有痴疮 但他们都有痴疮 我就觉得 为什么 到时间了 太好了 现在好土 现在是土气的角度 开播看不到 不下播 耽误我看落播 我靠 我马上就下播了 四川是不是也是直到结婚前都能拿红包 按理说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没有人这样 就是你年龄大了 你能赚钱了之后 就不会给你发红包 你工作了 基本上大学毕业了就不会有了 很多可能大一大二还有 但是基本上 上大学其实基本上就发的少了 上班了一般就不会发了 我皮肤现在都不好 你看有一些色素充电 我要去做皮秒 驱逐一下我的黑色素 还有黑眼圈 你今年红包八百米 哎呀 跟我今天 跟我今天那个的一样 我从来都不知道有痴疮是有什么 他们说有可能我自己有痴疮 那我都不知道但是说不是会痛吗 应该 我之前收到红包了 我收到大伙给我发的红包了 给我发的专属 谢谢大家 上班了就要给别人发 哎不不不不 我今年还要问我爸爸呢 因为不是今年 我今年去我妈他们那边 然后其实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三四年没见吧 我想说 我我想 其实我挺想给长辈们发红包的 但一个是我今年自己条件不太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跟 第二个我想发是因为 我怕以后没机会发 你知道的 就是我 我大四 我就给小时候对我很好的 那个长辈发了红包 然后爸说不用先发 他说你都还没有 就是正式上班嘛 我说我怕以后没机会了 我以前就给他们发 我回来就 我回来看他们就给他们发 然后 然后 因为我小时候 那个大娘对我很好 他路上碰到我就给我两百块 他甚怕我受委屈 因为他知道我爸很空 然后他怕我平时自己也吃不饱 然后我也给他 我也我也我也去看他 我给他和姑爷都送红包嘛 但是其他的亲戚长辈 我都没有送过红包 我就给他送过红包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 今天就是好不容易今年回来嘛 要不要给其他长辈也送 然后我爸就说 我爸说 真的啊 路上碰到我就给给我两百块啊 因为不可能天天能够遇 我碰到过他三四次嘛 然后他给我钱我就哭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就是 就是被人爱着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不是 你不是装哭 是真的就是眼泪 抑制不住的往下流 你知道吗 我眼睛一直不住 眼泪一直不住的往下流 没有是真的感动 是真的感动 你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心境 是小时候啦 不是现在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 初高中的时候 我初中高中的时候 初中比较多吧 他不会觉得我爸没照顾好我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爸能照顾好我 我舅妈还跟我姐姐说呢 因为路上碰到我爸爸骑自行车 带我去少年宫补习嘛 然后舅妈就跟我姐姐说 要是他死了 我舅舅肯定不会这样对我 就是带我姐姐去上学的 大家知道我爸扣归扣 但是对我很好 就扣跟对我好 两码事呀 对吧 就是我 我对我 我对朋友扣 但是跟我 我对他们不好意思两码事 不是一回事了 你看 我把 你看我把这个取下来 就好看多了 延迟增加 也没有增加到什么程度 还可以 那会儿两码是挺多的呀 谢谢丸子的办卡 谢谢丸子的办卡 算了吧 得了 这叫短饭啊 这不叫短饭 他就准备睡了 而且我朋友已经接受 我扣这个设计呢 他们就已经觉得 就已经接受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当我不扣的时候 说不定 他们还觉得 你今天怎么了呢 是吧 等一下 我过来 我下播了 亲戚们都说 亲戚们都说 是不是假发 他们看到了 然后我说 那你扯一下吧 我要下播了 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我把音乐都关了 首先 跟直播间的 VIP们说晚安 恩西晚安 小胖晚安 十六个晚安 座椅妹妹晚安 自乱晚安 永可晚安 然后是我们的 然后是我们的贵宾 哎呀 老透明 罗伯特晚安 玩具晚安 八万晚安 荒觉在吗 奇人晚安 二爷晚安 大呆久晚安 荒觉不管在不在 给他说个晚安 晚安 荒觉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隐身了 鸡翅晚安 蜜干晚安 塔塔晚安 华星晚安 环游世界晚安 中森明菜晚安 健康乡城晚安 周泽凯晚安 杏仁粉晚安 太亲近晚安 爽博晚安 狂烂晚安 光光晚安 阿兴晚安 哼哼晚安 帕比晚安 冰喜晚安 曙光千鱼晚安 憨憨土度人晚安 魔都原料莫晚安 最后是我们的 栅目完毁节 中森绝缘体晚安 天明座晚安 赤匠晚安 摩摩晚安 鲸鱼晚安 天女晚安 愣奇晚安 叫开心哦 晚安 光光晚安 大匹叉晚安 嘿 有点看不过来了 怎么办呢 晚安 六十老头晚安 清风卓裕面晚安 麦奇旺晚安 明雅晚安 不关婷婷的四晚安 Edit晚安 沐盛寒晚安 十三张晚安 花猫晚安 A滴滴晚安 还有黑 我看不过来了 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都有说过完 说过完那就不要刷了 修迪本 爱情骗子晚安 熊小喵晚安 吴燕竹晚安 好的 海南晚安 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扣一 贝贝 明天见 明天开播 你们就等推送吧 等推送和群里的 at通知 好吧 因为我不确定 什么时候能开播 播播 播 我都不知道 我明天什么安排呢 我不知道我几点开播 反正春节就这样吧 呗